第二章 牢狱 万家的家丁壁谱听得兵人相叫 都拥到厅上观斗 叮叮当当兵人撞进声中 白光闪耀 一兵兵铁剑飞了起来 一柄跌入了人从 众壁谱当时乱作一团 一柄摔上席面 更有一柄只插入头顶横梁 顷客之剑 布园 吴侃 冯坦 沈诚四人手中的长剑 都让敌云已去剑时 较多脱手 万振山双掌一击 笑道 很好 很好 七师弟 难为你练成了连城剑法 恭喜 恭喜 声音中却满是凄凉之夜 七长发一呆 问道 什么连城剑法 万振山道 狄师兄这几招不是连城剑法 是什么 坤儿 齐儿 鬼儿 大伙都回来 你们狄师兄学的 是七师叔的连城剑法 你们如何使他敌手 又向七长发冷笑道 师弟啊 你装的真相 当真大智若鱼 铁锁横江 为时了不起啊 狄云莲史 刺监事 二光事 去剑事三路见招 片刻之间 便将万门八弟子 打得大败亏输 自使得意 只剩来如此容易 心中反而糊涂了 不由得手足无措 瞧瞧师父 瞧瞧师妹 又瞧瞧师伯 不知说什么话好 七长发走进身去 结果他手中铁剑 突然剑尖抖起 只向他咽喉 喝道 这些剑招 你跟谁学的 狄云大吃一惊 他本来凡事 不敢瞒骗师父 但那老盖说得清清楚楚 若泄露了传剑之事 定要送了那老盖姓名 自己因此 而立下重视 绝不吐露 一字半句 便道 师 师父 是弟子 弟子自己想出来的 七长发喝道 你自己想得出 这般巧妙的剑招 你 你竟胆敢对我胡说八道 才不是说 我一剑要了你小命 手腕向前捋送 剑尖赐入他咽喉树分 剑尖赏 以渗出鲜血 七方奔了过来 抱住父亲手臂 叫道 爹 师哥跟咱们寸步不离 又有谁 又有谁能教他武功了 这些剑招 不都是你老人家教他的吗 万振山冷笑道 七师弟 你何必再装腔做事 令爱都说得明明白白了 铁锁横腔的高明手段 不必使在自己师哥身上 来来来 老哥哥喝你三杯 说着 满满蒸了两杯酒 仰脖子先喝了一杯 说道 做哥哥的先干为性 你不能不给我这个面子 七长发哼哩声 抛近在地 回身接过酒杯 连喝了三杯 侧过了头尘丝 满脸一云 喃喃说道 奇怪 奇怪 万振山道 七师弟 我有一件事 想跟你谈谈 咱们到书房中去说 七长发点了点头 万振山挟着他手 师兄弟俩并肩走下书房 我们八弟子面面相去 有的脸色铁金 有的难难咒骂 沈长道 我小便去 给迪云这小子这么一下子 下朵屎尿七流 鲁坤沉连脸喝道 八师弟 你丢的手还不够吗 沈长伸了手舌头 匆匆利息 他走出厅门 到厕所去转了转 捏手捏脚的 便走到书房门外 侧海倾听 只听得师父的声音说道 七师弟 十多年来 解不破的谜 到今日才算真相大白 听得七长发的声音道 小弟不懂 什么叫做真相大白 万镇山道 那还用我多说吗 师父的老人家 是怎么死的 七长发道 师父识落了一本 练武功的书 找来找去找不到 郁郁不乐 就此事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何必问我 万镇山道 是啊 这本练武的书 叫做什么名字 七长发道 我怎么知道 你问我干什么 万镇山道 我确听师父说过 叫做连长诀 七长发道 什么练长练不长的 我半点也不懂 万镇山道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神吗 七长发道 不如乐之者 万镇山道 七长发道 七长发问道 有什么好笑 万镇山道 你明明满腹诗书 却装作粗鲁不闻 咱们同门学书 咱们同门学义十几年 谁还不知道谁的底 你不懂连长绝三字 又怎背得出 文明满腹语 文明满腹诗书 孟子 七长发道 你是考教我来 你是考教我来了 是不是 万镇山道 拿来 拿来 七长发道 拿什么来 万镇山问道 你自己知道 还装什么算 七长发道 七长发道 我七长发向来就不怕你 沈诚听师父和师叔 越吵越大声 害怕起来 几本会听 回到鲁坤身边低声道 大师兄 师父跟师叔吵了起来 只怕要打架 鲁坤一争 站起身来道 咱们瞧瞧去 周启 万龟 孙君等 都急不跟去 七方拉拉迪云的衣袖道 咱们也去 迪云点点头 刚走出两步 七方将一柄长剑塞在他手中 迪云一回头 只见七方左手中 提着两把长剑 迪云问道 两把 七方道 爹没带兵刃 万门八弟子 都脸色沉重 站在书房门外 迪云和七方 站得稍远 十个人 屏息凝气 听听书房中 两人争吵 七师弟 师父他老人家的性命 明明是你害死他 那是万振山的声音 放屁 放你妈的屁 万师哥 你话说的明白些 师父怎么会是我害死他 七长发盛怒之下 声音打意 变得十分嘶哑 万振山道 师父他那本连城局 老爷 难道不是你七师弟偷去的 七长发道 我知道什么 连人连鬼的 万师哥 你想诬赖我姓七的 可没这么容易 万振山道 你屠儿刚才使的剑招 难道不是连城剑法 为什么这般清零巧妙 七长发道 我屠儿生来聪明 是他自己悟出来的 连我也不会 哪里是什么连城剑法了 你叫补员来请我 说你已经练成了连城剑法 我正要向你请问 这两天你坐手太忙 还没问 万师哥 你说过这话没有 咱们叫补员来对证啊 门外个人的眼光 一起向补员叫去 见他神色甚为难看 显然七长发的话不假 连云和七方对视一眼 都点了点头 心想 补员这话我也听见的 要想你来那可不成 只听万振山哈哈笑道 我自然说过这话 若不是这么说 如何能骗得你来 七长发 我来问你 你说从来没听见过 连城剑法的名字 为什么不愿意说 我已练成连城剑法 你就巴巴的赶来 你还想来吗 七长发道 啊哈 姓万的 你是骗我到江陵来的 万振山道 不错 你将剑决交出来 再到师父坟上磕头谢罪 七长发道 为什么要交给你 万振山道 哼 我是大师兄 方中沉寂了半赏 只听七长发嘶哑的声音道 好 我交给你 门外众人已听到 好 我交给你这五个字 都不由自主的全身一阵 迪云和七方 恨不得有个地洞 可以钻江下去 鲁坤等八人 向迪欺二人 投一鄙夷之色 七方又气恼 又感到万分屈辱 真想不到 爹爹竟会做出 这等不要脸的事来 突然之间 大人 房中传出万振山 长声惨呼 七力异常 万贵尖叫 爹 飞脚提开房门 抢了进去 只见万振山倒的地下 那 胸口插着一柄 明黄黄的匕首 身边都是鲜血 窗子打开 屋子摇晃 七长发 却已布置去向 万贵哭叫 爹 爹 扑到万振山身边 七方口中 低声也叫 爹 爹 身子颤抖 握住了爹云的手 鲁坤叫道 快 快追凶手啊 和周琪孙君等 纷纷跃出窗去 打叫 追凶手 追凶手啊 爹云见万门八弟子 出去追赶师父 这一下变故 吓得他六神无主 不知如何是好 七方又叫了一声 爹爹 身子凌晃 站立不定 爹云忙伸手扶住 低下头来 单见万振山的尸身 双目紧闭 脸上神情 猙獰可怖 想是临死时 受到极大痛苦 爹云不敢再看 爹声道 爹妹 咱们走不走 七方尚未回答 只听着身后一个声音说道 你们是谋杀我师父的同贩 可不能走 爹云和七方回过头来 指尖一柄常见的剑尖指着七方后心 剑柄握在不原手里 爹云大怒 带欲反唇相机 但画到口边 想到师父 手刃师兄 那还有什么话可说 不如地低下了头 一言不发 不原冷冷冷的道 两位请回到自己旁去 带咱们拿到七长发后 一起送官至罪 狄云道 此时全由我一人身上而起 跟师妹毫不相干 你们要杀要寡 让我一人便了 不原猛力推他背心 喝道 走吧 这可不是你成好汉的时候 狄云只听到外面 抓凶手啊 抓凶手啊 这样的声音 跟着 街上当当当的罗声响起来 奔走呼嚎之声乱成一片 心中说不出的羞愧难当 又害怕至极 咬了牙走向自己房去 七方哭道 师哥 那 那怎么得了 迪云港夜道 我 我不知道 我去跟师父抵罪好了 七方哭道 爹爹 他 他到哪里去了 严连走进自己房中 迪云坐在房中 心乱如麻 手足无措 其实 举万指山北沙 已有两个多时辰 他屋子呆呆 坐在桌前 望着烧的只剩半寸的残竹 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 追赶七长发的众人 都一回转 凶手逃出城去了 追不到了 无论 地拜师父的英灵 不 带明天献他爷 来验了尸首 或是由我身上而起 若不是我掌枪出头 跟万家重师兄 打架声势 万师伯 怎会疑心我师父 偷了什么连称剑决 我师父最老实不顾 怎会去偷什么剑决 这三招宪法 是你跟老七个教我的呀 可是 师父已杀了人 我这是在说出来 旁人也绝不相信 我实在最大恶极 都是我一人不好 我明天 要当众言明 为师父辩白 可是 可是 万师伯明明是师父杀的 师父的恶名 怎能洗出得了 不 我绝不能逃走 我留着给师父抵罪 让他们杀我好了 正子思潮起伏 呼听到外面屋顶上 甘拉一声轻响 一抬头 只见一套黑影 自吸而动 从屋顶上终于而过 他险些叫出师父来 但宁悟看去 那人身形又高又瘦 绝不是师父 跟着 又有一个人影紧接着越过 这次更看明白那人手握单刀 他心想 他们是在搜寻师父吗 难道师父还在附近 并没走远 正思一间 呼听的东边屋中 传来一声女子惊呼 他大吃一惊 握住剑柄 立即瘴气 首先想到的便是 啊 他们的七五师妹 跟着 又听得一声女子的呼喊 救命 这声音似乎并非七方 但他关心太妾 哪等得及分辨是否七方欲险 纵身便从窗口跃了出去 刚站上屋檐 又听得大女子惊叫 救命 救命啊 他寻身奔去 只见东边楼上透出灯光 一扇窗子物字摇动 他纵到窗边 往里张去 只见一个女子 双手给反绑在背后 横卧在床 两个汉子伸出手去摸他脸颊 另一个却要借他衣衫 迪云不认得这女的是谁 但见他已吓得脸无人色 在床上滚动挣扎 大声呼救 他自己虽在难中 但见此情景不能置之不理 当即连剑带人从窗中铺枪进去 听见此想 左边那汉子的后心 右边的汉子举起椅子挡格 左边的汉子已拔出弹刀砍了过来 迪云见着两人脸上通蒙了黑布 只露出一双眼睛 喝道 大胆恶贼 留下命来 刷刷刷连刺三剑 两条汉子不声不响 各是单刀各打 一名汉子叫道 李兄弟 扯祸 另一人道 算他万阵山运气 下次再来报仇 双刀起举 往迪云头上看来 迪云见来是凶猛 闪身避过 一条汉子 飞足提翻桌子 竹台摔下 房中当时黑气短 只听得呼呼声响 两人跃出窗子 跟着乒乓联响 几块瓦片 直将过来 黑暗中迪云看不清楚 而这高来高去的轻声功夫 他原意也不擅长 不敢追逐 他心想 其中一个贼子姓吕 多半是吕痛一伙报仇来了 他们还不知万事不已死 呼听爽赏 那女子叫道 哎呀 我胸口有一把小刀 快给我拔出来 迪云吃里精 道 随人刺中了你 那女子深夜道 刺中了 刺中了 迪云道 我点亮蜡烛给你瞧瞧 那女子道 你过来 快 快过来 迪云听她说的惊慌 走进一步 道 什么 突然之间 那女子张开手臂 将她拦腰抱住 大声叫道 救命啊 救命啊 迪云这一惊 比势才更加厉害 明明见她 双手已给反绑了 怎么会将自己抱住 王伸手去推 想拖开她搂抱 不料这女子 死命的牢牢抱住她腰 一时竟推她不开 忽然间 眼前光亮 窗口伸进两个火把 照到房中明如白昼 好几个人同时问道 什么事 什么事 那女子叫道 彩花贼 彩花贼 谋财害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迪云大吉叫道 你 你 你怎么不是好歹 伸手往她身上乱推 那女子本来抱着她腰 这时却全力撑据 叫道 别碰我 别碰我 迪云正在投开 护掘后井中一阵冰凉 一件兵器一架在井中 她正在分辨 墨地里白光闪动 直觉又长猛的巨通 唐唐一声 自己手中的铁剑滴落地板 她拂眼看去 吓得几乎晕了过去 只见自己右手的五根手指 一个人削落 心细如泉水般喷浆出来 慌乱中 血眼劈去 但见吴侃手持代谢长剑 站在一旁 她只说了一声 你 飞起右足 便往吴侃踢去 忽然间 后心操人猛力拳 一个亮枪 扑跌在那女人身上 那女人又叫 救命啊 采花贼啊 只听到鲁鲁的声音说道 将这小子绑了 滴云虽是个 从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少年 此时也明白 是落入了人家布置的 阴毒陷阱之中 她急于而起 翻过身来 正要向鲁鲁扑去 忽然见到一张苍白的脸 却是七方 迪云已呆 只见七方站在鲁鲁身旁 脸上的神色又伤心 又鄙夷 又愤怒 她叫道 师妹 七方突然满脸上的通红 产生道 你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迪云满腹冤屈 这是如何说的出口 七方阿迪声哭了出来 全身颤抖 说道 啊 我 我还是死了的好 剑军右手五指 裙套削落 心中又是一通 咬紧牙齿 撕下自己覆山上一块衣心 走进身来 为她包扎伤口 这时 她脸色 却又变得雪白 迪云痛得 几次便已晕去 但强子支持不倒 知晓得嘴唇出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鲁坤道 小师娘 这狗贼胆敢对你无礼 咱们定人宰了他 给你出气 原来这女子是万针山的小妾 她双手眼脸 吾吾哭喊 说道 她 她说你们师父已经死了 叫我跟从她 她说 七姑娘的父亲杀了人 要连累到她 她 她又说 已得了好多金银珠宝 发了大财 叫我立刻跟她远走高飞 一生吃着不完 敌云脑海中混乱一片 指南南的道 假的 假的 周琪大声道 去 去搜这小贼的房 众人将敌云推推拉拉 涌向她房中 七方茫然跟在后面 岸归却道 大家不可难为敌是哥 事情还没弄明白 可不能冤枉了好人 周琪怒道 哼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小子是屁好人 岸归道 我瞧她 倒不是为非所乃之人 周琪道 刚才你没亲耳听见吗 没亲眼瞧见吗 万归道 我瞧她是多饮了几杯 不过是酒后乱性 吴侃大声道 她明明是想强奸小师娘 万归道 这人是个老实头 未必有这么大胆 这许多事分之他来 七方早没了主意 听万归这么被敌云分辨 心下安安感激 底声道 万师兄 我是哥 的确不是那样的人 万归道 是啊 我说她只喝醉了酒 偷钱是一定不会的 说话之间 众人已推着敌云来到她房中 沈诚双眼咕噜噜的 在房中转了转 一按伸 伸手在床底下 拉出一个重甸甸的包裹 但听得叮叮当当 金属撞击之声乱响 迪云更加惊的呆了 直接沈诚解开包裹 满眼都是压扁了的 金器银器 酒壶酒杯 不一而足 都是万府中酒银上的物质 七方一声惊呼 伸手扶住了桌子 万归安慰道 七十妹 你别惊慌 咱们慢慢想娃子 冯毯接起被注 又是两个包裹 沈诚和冯毯分别解开 一包屎 因定元宝 另一包却是女子的首饰 朱华项链 金镯金切的一大堆 七方此时更没怀疑 怨分欲绝 恨不得历时便横见自吻 他自有和迪云一同长大 心目中早便当他是日后的夫郎 哪料到 这个自己一向爱重的情侣 竟会在自己横逢大火之时 要和别的女人远走高飞 难道这个夭夭饶着的女子便当真迷住了他吗 看来还是他害怕受跌跌连累 想独自逃走 陆坤大声喝骂 臭小贼 藏武俱赛 还想抵赖吗 左右开弓 重重打了迪云两击耳光 迪云双臂给孙君吴侃分别抓住来 没法挡戈 两边脸颊当时高高冲起 陆坤大发了信 一拳拳击向他胸口 齐风叫道 别打别打 有话好说 周启道 打死这小贼再报官 说这也是一拳 迪云口一张 喷出一大口掀起来 风潭挺肩上前道 将他左手也搁下了 瞧他能不能再看坏事 孙君提起迪云的左臂 风潭举剑便要砍下 七方啊低声起脚 万归道 大家瞧我面上 别难为他了 咱们立刻就送官 七方见风潭缓缓收剑 他两行猪肋顺着脸颊滚滚了下来 向万归望了一眼 颜色中充满感激之情 一五 一十 十五 二十 差役口中数着 目棍着力往迪云的后腿上打去 迪云身子给另外两个差役按着 目棍一下又一下地落下来 和他心中痛楚相比 这些击打根本算不了什么 甚至他幼掌上的痛楚也算不了什么 他心中只是想 连方妹也当我是贼 连她也当我是贼 二十五 三十 三十五 四十 二十 粗大的目棍 从空中着力挥落 肌肤肿了 破裂了 鲜血沾到了他衣裤上 溅在四周地下 迪云在监狱的牢房中醒来时 屋子昏昏沉沉 不知自己身处何地 也不知时候已过了多久 渐渐地他感到了右手五根手指断结出的疼痛 又感到了背上 腿上 臀上给目棍击打出的疼痛 他想翻过身来 好让疮痛楚不压在地上 突然之间 两处肩头一阵难以形容的剧烈疼痛 又是他晕了过去 戴德再次醒来 他首先听到了自己生死劣迹的身影 即使感到全身各处的剧痛 可是为什么肩头却痛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这疼痛竟如此的难以忍受 他只感到说不出的害怕 良久 良久 竟不敢低下头去看 难道我两个肩膀都给人消去了吗 隔离阵 忽然听到铁器的轻轻撞击之声 一低头 只见两条铁链从自己双肩吹了下来 他惊骇之下 侧头看时 只吓得全身发颤 这一颤抖 两肩处更痛得凶来 原来这两条铁链 竟是从他肩甲的琵琶鼓出穿过 和他双手的铁料 脚踝上的铁链锁在一起 穿琵琶鼓 他曾听师父说过的 那是官府对付最凶恶的江阳大盗的法子 任你武功在墙 琵琶鼓给铁链穿过 半点功夫也使不出来了 啥事之间 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 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 难道他们真的以为我是大盗 我这样受冤枉 难道官老爷查不出吗 在知性的大堂纸上 他曾断断续续地诉说经过 但万振山的小妾头红一力指争 意图强奸的是他而不是别人 万家八大弟子和许多家人都证实亲眼看到 他抱住了桃红 看到那些贼赃从他床底下 被肉底下搜出来 衙门里的差异友都说 荆州万家武功高强 为民远镇 哪有什么盗贼敢去打主意 狄云记得知性相貌清秀 面目很慈祥 他想知性大老爷一时悟心人言 冤枉了好人 但终究会查得出来 可是 右手五根手指给削断了 以后怎么再能使剑 他满腔愤怒 满腹悲恨 不顾腾痛地站起身来 大声叫喊 冤枉 冤枉 忽然腿上一阵酸软 俯身向地直摔了下去 他挣扎着又想爬起 刚刚站直 两肩质痛 腿膝酸软 又向前摔倒 他爬到地下 扔不住口的大叫 冤枉 冤枉 五角中忽有一个声音冷冷地说道 给人串了琵琶鼓 一身功夫都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吓得本钱可真不小 滴云也不理说话的是谁 更不去理会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仍然大叫 冤枉 冤枉啊 一名玉族走了过来 喝倒 大呼小小的干什么 还不给我闭嘴 敌云叫道 冤枉 冤枉 我要见直仙大老爷 求他申冤 那玉族喝倒 你闭不闭嘴 敌云反而叫得更响了 那玉族凝笑一声 转身提立着木桶 隔着铁栏 兜头便将木桶向他身上倒了下去 敌云质感一阵臭气刺鼻 已不羁闪避 全身灯湿石头 这一桶 竟是尿水 尿水淋上 他身上各处破损的窗口 疼痛更加倍的厉害 他眼前已黑 晕了过去 他迷迷糊糊的发着高烧 一时唤着 师父 师父 一时又叫 师妹 师妹 激烈三天之中 玉族送了糙米饭来 他一直神志不清 没吃过一口 道德第四十上 身上高烧终于渐渐退了 各出窗口痛得麻木了 也不如前几日那么剧烈难忍 他记起了自己的圈躯 张口又叫 冤枉 但这时叫出来的声音 微弱至极 只是断断续续的几下身影 他坐了一阵 忙人打量这间牢房 那是约莫两张见方的一间大石屋 墙壁都是一块块粗糙的大石所记 地下也是大石块铺成 墙角落里放着一只粪桶 笔中闻到的竟是臭气和美气 他缓缓转过头来 只见西手乌角之中 一双眼睛狠狠地瞪着他 笛云身子一颤 没想到 这牢房中居然还有别人 只见这人满脸求然 头发长长地直吹至井 衣衫破烂不堪 简直如同荒山中的野人 他手上手铐 足上足料 和自己一模一样 甚至琵琶鼓中也穿着两条铁帘 狄云心中第一个念头 竟是欢喜 嘴角边闪过了一丝微笑 心想 原来世界上还有如我一般不幸的人 但随即转念 这人如此凶恶 想必真是个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的江阳打道 他是罪有应得 我却是冤枉 想到这里 不禁眼泪一连串地掉了下来 他受审被吃 郎当乳狱 虽吃进了苦楚 却一直咬紧牙关强忍 从没流过半滴眼泪 到这时再也抑止不住 索性放声大哭 那求然发眼冷笑道 哈哈哈哈 装得真像 好本事 你是个戏子吗 滴云不去理会 自管自得大声哭喊 只听得脚步声响 那狱卒又提了一桶尿水过来 滴云性子再应 却不敢跟他顶装 直到慢慢收住哭声 那狱卒侧头想着打量 忽然说道 小贼 有人瞧你来了 滴云又惊又喜 忙道 是 是谁 那狱卒又侧头 向他打量一会儿 从身边掏出一枚大铁石 开了外边的铁门 只听得脚步声响 那狱卒走过一条长长的涌道 又是开铁门的声音 接着是关铁门 锁铁门的声音 用道中三个人的脚步声音 向这边走来 滴云大喜 当即跃起 双腿酸软 并要摔倒 忙靠住身旁墙壁 这一牵动尖头的琵琶鼓 又是一阵大痛 但他满花心息 把疼痛全都忘了 大声叫道 师父 师妹 他的世上 只师父和师妹两个亲人 涌道中 除狱卒外 圣妖两人 自然是师父和师妹了 突然之间 他口中喊出一个狮子 下面这个父子 却缩在猴头 张大嘴 必不拢来 从铁门中进来的第一个是狱卒 第二个是个衣式华丽的英俊少年 却是万规 第三个便是七方 他大叫 师哥 师哥 扑到了铁栅栏吧 迪云走上一步 见他一身朝山 并不是从乡间穿出来的那套新衣 第二步便不再跨了出去 但见他双目红肿 只叫 师哥 师哥 你 你 迪云问道 师父呢 可 可找到了他老人家吗 七方摇了摇头 眼里扑索索的掉了下来 迪云又问 你 你可好 住在哪里 七方愁愁愿的道 我 没地方去 暂且住在万师哥家里 迪云大声叫道 这是害人的地方 千万住不得 快 快搬了出去 七方低下了头 醒声道 我 我又没钱 万师哥 待我很好 他这几天 天天上衙门 花钱打点 搭救你 迪云更加恼怒 大声道 我又没犯罪 叫他花什么钱 将来咱们再生还他 只信大老爷查明了我的冤枉 自会放我出去 七方哈的一声 又哭了出来 狠狠的道 你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为 为什么要撇下我 帝云一争 当是明白了 到这时候 师妹还是以为 头红的话是真的 相信这几包金银珠宝 却是自己偷的 他一声对七方 又敬又爱 又怜又畏 什么事都跟他说 什么事都跟他商量 哪知道 遇上这等大事 他竟和旁人丝毫没分别 一般的也认为 自己去逼街女子 偷盗金银 以为自己能做这样的大坏事 这瞬息之间 他心中感到的痛苦 比这肉体上所受到的种种痛苦 更胜百倍 他张稿结舌 有千言万语 要向西方辩白 可是喉咙忽然哑了 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偏命用力 长得面红耳赤 但喉咙 舌头 总是不听使唤 发不出丝毫上音 七方见到他 这等可怖的神情 害怕起来 转过了头 不肯瞧他 迪云使了半天惊 始终说不出一个字 忽见七方转头避开自己 不由得心中打痛 他在恨我 恨我抛弃了他 去找别个女子 恨我偷盗别人的金银出宝 恨我在世门有难之时 想偷偷一人远走高飞 师妹 师妹 你这么不相信我 就何必来看我 他再也不敢去找西方 慢慢转头来 向着墙壁 七方回过脸来 说道 师哥 过去的事 也不用再说了 只盘早日 早日得到爹爹讯息 我问师哥他 他的想法是保你出去 迪云心中想说 我不要他保 又想说 你别住在他家里 但越用力 全身肌肉 越紧张抽搐 说不出一个字来 他身子不住抖动 铁链链银银作响 那玉族催道 时候到了 这是死囚牢 专求杀人重犯 原是不许人探监的 上面要是知道了 我们可吃醉不起啊 姑娘 这人便活着出去 也是个废人 你趁早忘了他 加个有钱的漂亮少爷吧 说着 向万规瞧了一眼 瑟咪咪的笑了起来 七方求道 大叔 我还有几句话跟我师哥说 伸手到铁栅了呢 去拉迪云的衣袖 柔声如刀 师哥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求万师哥救你出去 咱们一块去找爹爹 将一只小竹篮递了进去 刀 那是些 腊肉 腊鱼 熟鸡蛋 还有二两银子 师哥 我明天再来瞧你 那玉族不耐烦了 喝刀 大姑娘 你再不走 我可要不客气了 万规这时才开口道 狄师兄 你放心吧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小弟自会尽力 向献太爷求情 将你的罪定得越轻越好 那玉族 吏声催促 七方无可奈何 直到委委屈屈地走了出去 一步一回头地瞧着地云 但见他便如一尊石像一般 始终一动不动地向着墙壁 狄云眼中所见的 只是石壁上的凹凸起伏 他真想转过头来 望一眼七方的背影 想叫他一声师妹 可是 不但口中说不出话 连头颈也僵直了 他听到涌道中三个人的脚步声 渐渐远去 听到开锁开铁门的声音 听到涌道中 一族一个人回来的脚步声 却想 他说明天再来看我 可得再等长长的一天 我才能再见到他 他伸手到竹篮中去取食物 忽然一只毛茸茸茸的大手伸将过来 将竹篮抢过去 正是那个凶恶的犯人 只见他抓紧篮中一块喇肉 放入口中嚼了起来 迪云怒道 这是我的 他突然能开口说话了 自己觉得十分奇怪 他走上一步 想去抢夺 那犯人 伸手一推 迪云站立不定 野胶向后摔去 砰的声 后脑 撞到石墙之上 这时候他才明白 穿琵琶鼓成了废人的真正意思 第二天 七方却没来看他 第三天没来 第四天也没有 迪云一天又一天地盼望 失望 等到第十天上 他几乎要发疯了 他叫唤 吵闹 江头在墙上碰撞 但七方始终没来 换来的只有 狱卒临来的尿水 那凶徒的欧击 过得半个月 他终于渐渐安静下来 便成一句话也不说 一天晚上 忽然有四名狱卒走进牢来 手中都指着钢刀 押了那凶徒出去 迪云抬头望窗 见天空月亮正圆 先想 是押他出去 出去斩首吧 他倒好 以后不用再挨这苦日子了 我也不用再受他欺悟 过了两久 他在睡梦之中忽然听得铁链接地的声音 四名狱卒 嫁了那凶徒回来 迪云睁开眼来 只见那凶徒满身是血 显示刚给狠狠地拷打了一顿 那囚徒一倒在地下 便急昏迷不醒 迪云带四个狱卒去后 借着照进牢房来的月光打量他时 只见他脸上 臂上 腿上 都是酷糟痴打的血痕 迪云虽然连日收到气雾 见了这等惨壮不由的心有不忍 从水波中倒了些水 喂着他喝 那囚徒缓缓行转 睁眼见着迪云忽然举起铁铐 猛烈地往他头上砸去 迪云力气随施 硬变得机灵上载 忙闪身相避 不料那囚犯双手力道并不十足 半途中回降过来 砰的一声 中中砸在他腰间 迪云立足不定 向左直跌出去 他手足都有铁链与琵琶鼓相连 当时巨痛难当 不禁又惊又怒 骂倒 疯子 那囚徒狂笑道 哈哈哈哈 你这苦药剂 如何瞒得过我 趁早别来打我卓业 迪云直觉 斜肩肋骨几乎断折 痛得话也说不出来 过得半赏才到 疯子 你自身难保 有什么主意给人好打 那囚徒跃上前来 在他身上 重重踢了几脚 喝倒 我看你这小贼年纪还轻 不过是受人指使 否则 我不提死你才怪 滴云起的 身上的痛楚也自忘了 心想 无辜受这老乙之灾 亦是不幸 而与这不可履的疯汉 同处一室 更是不幸之中 再加不幸 到了第二个月圆之夜 那囚犯 又让四个带刀狱族带了出去 拷打一顿 送回牢房 这一次 迪云学的乖 任他模样如何惨不忍睹 始终不去理会 不了 不理也是不成 那囚徒一口气没处出 尽管遍体鳞伤 还是来找他晦气 不住吆喝 你奶奶的 你在卧底十年八年 老子也不上你当 人家打你祖宗 你祖宗就打你这孙子 咱们就这么耗着 瞧是谁受的最多 似乎他伸手口打 全是迪云的捕食 又打又踢 闹了半天 此后每当月亮将远 迪云就愁眉不染 直到惨受荼毒的日子进来 果然每月十五 那囚犯总是给拉出去 经受一顿拷打 回来后 就转而对付迪云 总算迪云年纪甚轻 身强力壮 每个月孩子打 他也经受得起 有时不免奇怪 我琵琶鼓给铁链穿后 力气全无 这风寒一般的 给铁链穿了琵琶鼓 怎得仍有一身蛮力 这次鼓起勇气询问 但只需一开口 那风寒便全足交加 此后只好半句话 也不像他说 如此呼呼过了寿月 冬进春来 在狱中将近一年 狄云慢慢惯了 心中的怨愤 身上的痛楚 也渐渐麻木了 这些事中 他为了避开风寒的殴辱 正眼一不瞧他一下 只要不肯的说话 目光不与他相对 除了月圆之息 那风寒平时 倒也不来招舍 这日清晨 狄云眼未睁开 听得牢房外 艳语泥喃 突然间想起 从前唐和七方在一起 观看燕子驻巢的情景 双双燕子 在那里的柳叶间 轻盈穿过 心中默他一酸 向燕语住望去 只见一对燕子 渐飞渐远 从数十帐外 高楼盼下的窗下裂口 他长日无聊 长自窈窕 杀窗 猜想 这楼中有何人居住 但窗子 老是紧紧关着 窗戒上 却中年不断的 空着盆鲜花 其实春光浪漫 窗戒上放的 是一盆茉莉 正在胡思乱想 胡听得那疯憨 轻轻一声叹息 这一年来 那疯憨不是狂笑 便是骂人 从来没听见他 叹过什么气 何况这声叹息之中 竟颇有忧伤 温柔之一 迪云忍不住 转过头去 指引那疯憨嘴角边 带着一次微笑 脸上神色长痴 不再是那副 凶悍恶毒的模样 双眼正凝望那盆茉莉 迪云怕 他觉察自己 在头盔他的脸色 忙转过头 不敢再看 自从发现了这秘密后 迪云每天早晨 都偷看这疯憨的神情 但见他总是脸色温柔的 凝望着那盆鲜花 从春天的茉莉 玫瑰 望到了秋天的丁香 凤仙 这半年之中 两个人几乎 没说上十句话 月圆之夜的殴打 也变成了一个门打 一个门哀 迪云早觉察到 只要自己一句话不说 那疯憨的怒气 就小得多 拳脚落下时也轻得多 他心想 再过的几年 恐怕我连怎么说话也忘了 那疯憨虽横满屋里 却也有一样好处 吓得狱卒轻易不敢 到牢房中裸造 有时狱卒给他骂得狠了 不送饭给他 他就夺迪云的饭吃 倘若 两人的饭都不送 那疯憨饿上几天 也漫不在乎 那一年 十一月十五 那疯憨给苦打一顿之后 忽然发起烧来 昏迷中 尽说胡话 前言不对后语 迪云依稀只听得 他常常呼唤这两个字 似乎是双花 又死伤怀 迪云初始不敢理会 但道德刺日五间 听他不断深夜的说 水 水 给我水喝 忍不住在瓦泊中倒了些水 凑到他嘴边 言神戒备 防他又双手欧击过来 幸好这一次 他乖乖地喝了水 便即睡到 当天晚上 竟又来了四个狱卒 驾着他出去 又搞打了一顿 这次回来 那疯憨的呻吟声 已若断若虚 一名狱卒狠狠地道 他倔强不说 明儿再打 另一名狱卒道 趁着他神志不轻 咱们赶紧地逼他说说来 说不定他这一次要见阎王 那可不美 迪云和他 在语中同处于酒 随苦受他欺凌折磨 可以真不怨他这么辨死 在狱卒的手中 时期那一天 迪云服侍他喝了四五次水 最后一次 那疯憨点了点头使泻 自从同语以来 迪云首次见到他的友善之意 突然之间 心中感到了无比欢喜 这天二宫过后 那四名狱卒果然又来了 打开了牢门 迪云心想 这一次那风寒 说再惊靠大 那是非死不可 忽然将心一横 跳起来 拦在牢门前 喝倒 不许进来 一名高大的狱卒 迈不过来 骂道 随手吧 滚开 迪云手上武力 蒙地里 低头一口咬去 将他右手十中两指 咬得鲜血利利 牙齿伸及脂骨 两根手指几乎都咬断了 拿狱卒大睡惊 反身跳出牢房 强愣一声 一柄单刀掉到地下 迪云俯身强起 呼呼呼 脸皮三刀 他手上虽无尽力 但以刀带剑 招数仍颇精妙 一名肥胖的狱卒 仗道直进 迪云身子掠侧 一周大姆戈炎师 嫦娥鲁一园 其是大墨孤胭脂 长河落日园 单刀转了个圆圈 刷底刀砍在他腿上 拿狱卒下的连滚带爬的 退了出去 这一来血见老门 四名狱卒见他 示弱疯虎 行同拼命 倒也不敢轻易抢进 在老门外 抢迪云的十八代祖宗 骂了个臭死 迪云一言不发 只守住老门 那四名狱卒 居然没去搬求援军 眼看供不进来 骂了一会儿 也就去了 几连四天之中 一族族既不送饭 也不送水 迪云到第五天时 渴得再也难以忍耐 那风寒更嘴唇也浇了 呼道 你假装要砍死我 这狗娘养的 非拿水来不可 迪云不明其理 但想 不管有没有用 试试也好 当下大声叫道 再不拿水来 我将这风寒先砍死来说 翻过刀背 在铁栅栏上 碰得当当当的直响 只见那羽族匆匆赶来 大声吆喝 你伤了他一根毫毛 老子用刀尖 在你身上戳一千一万个窟窿 跟着便拿了清水和冷饭来 迪云为着那风寒吃喝一臂 问道 他要折磨你 可又怕我杀了你 为什么这样 那风寒双目圆争 举起瓦波 劈头向他砸去 哼 你这番假惺惺的买好 我就上你当吧 乒乓一声 瓦波破碎 迪云额头鲜血 蹭蹭而下 他茫然退开 心想 这人狂兴又发作了 但此后逢到月圆之夜 那些狱族虽一般的 将那风寒提出去拷打 他回来 却不再在迪云身上照顾 两人仍并不交谈 迪云要是想他多瞧上几眼 醋拨大的拳头 还是一般招呼过来 那风寒 只有在望着对面高楼窗件上的鲜花之时 脸上目中 才露出一丝温柔神色 迪云自已不懂什么是温柔 只觉他忽然和善了些 到第四年春天 迪云心中已无出狱之年 虽梦幻之中 仍不断想到师父和师妹 但师父的影子终于慢慢淡了 师妹那撞见厄奴的身子 红红的脸蛋 黑溜溜的大眼睛 在他心底 却仍和三年多前一般清晰 他已不敢盼望 能出狱去再和师妹相会 每天可总忘不了暗暗 向观世音菩萨祝导 只要师妹 能再到雨中来探望他一次 便天天受那疯憾的殴打 耶稣甘愿 七方始终未来 有一天 却又一个人来探望他 那是个身穿仇面皮袍的英俊少年 笑嘻嘻地道 狄师兄 你还认得我吗 我是山长 隔了三年多 他身材一长高了 迪云几乎已认他不出 迪云心中彭彭乱跳 只怕能听到师妹的一些讯息 问道 我是妹呢 神城隔着栅栏 地里只蓝子进来 笑道 这是我万师嫂送给你的 人家可没忘了就相好 大喜的日子 巴巴地叫我送两只鸡 四只猪蹄 十六块喜糕来给你 迪云 茫然问道 哪一个万师嫂 什么大喜的日子 沈诚哈哈一笑 满脸搅局的神色 说道 哈哈哈哈 万师嫂嘛 就是你的师妹七姑娘了 今天是他和我万师哥 拜堂成亲的好日子 他叫我送喜糕 积售给你 那不是挺高交情吗 迪云身子一晃 双手抓住铁栅 颤声怒道 你 你胡说八道 我师妹的能 怎能嫁给那姓万的 沈诚笑道 哈哈哈哈 我恩师给你师父赐了一道 幸好没死 后来养好了伤 过去的事既往不咎 你师妹住在我万师哥家里 这三年来 清清我我 说不定 哈哈哈哈 明年丹宝给生个白白胖胖的娃娃 他年纪大了 说话更加油腔滑调 流气十足 迪云耳中汪汪作响 似乎听到自己口中问道 我师父呢 似乎听到沈诚笑道 哈哈 谁知道呢 他知道自己杀人 还不高飞远走 怎么还敢回来啊 又似乎听到沈诚笑道 哈哈哈哈 万师草说 你在牢里安心住下去吧 待他生得三男四女 说不定会来瞧瞧你 迪云突然大吼 你胡说 胡说 你你你放什么狗屁 铁铁匙篮子用力支出 西膏枢 猪蹄 熟肌 滚了一滴 但见每一块粉红色的西膏上 都印着 万奇联姻 百年好合 八个深红色小子 迪云拼命 要不信沈诚的话 可又怎能不信呢 迷迷糊糊中 只听沈诚笑道 哈哈哈哈 我是早说 可惜你狄师哥 不能去喝一杯喜酒 他 他可没忘了你呢 狄云双手连着铁靠 突然从栅栏中 急伸出去 一把捏住沈诚的脖子 沈诚大惊想逃 迷迷不知从哪里 突然生出来一股劲力 竟越捏越紧 沈诚的脸从红变紫 双手乱舞 始终挣扎不脱 那狱卒急忙赶来 抱着沈诚的身子猛拉 费尽了力气 才救了他性命 迷迷坐在地下 不言不动 那狱卒嘻嘻哈哈的 将肌肉和喜高都捡了去 迷迷瞪着眼睛 可就全没瞧见 这天晚上三缸时分 他将衣衫撕成了 一条条不条 搓成了一根绳子 打一个活结 两端附在铁栅栏高处的红挡上 将头伸进活结之中 他并不悲哀 也不再感到愤怒 人是 已无可恋之处 这是最爽快的 解脱痛苦的法子 知觉脖子中的绳索 越来越紧 一丝丝的气息 也吸不进了 过得片刻 什么也不知道了 可是 他终于渐渐有了知觉 好像有一只大手 在重中压他胸口 那只手 一松 一压 鼻子中 就有一阵阵凉气 透了进来 也不知道 过了多少时候 他才慢慢睁开眼来 眼前是一张 满腮求然的脸 那张脸 裂开了嘴在笑 滴云不游的满肤气脑 心到 你试试跟我作对 我便是寻死 你也不许我死 有心要起来 和他四拼 但伪之太过帅弱 力不从心 那风哈笑道 你已去学了小半个时辰 说不是我用独门功夫相救 天下才没第二个人救的 滴云怒道 谁让你救 我又不想活了 那风哈得意洋洋的道 我不许你死 你便死不了 那风哈 只笑颜颜地瞧着他 过了一会儿 忽然凑到他身边 滴云怒道 我这门功夫 叫做神兆经 你听见过没有 滴云怒道 我只知道你有神经病 什么神兆经 神兆照 从来没听见过 说也奇怪 那风哈这一次 竟丝毫没发怒 反而轻声哼起小曲来 伸手压住蝶云的胸口 一压一放 便如扯风香一般 将气息压入他肺中 滴云怒道 也是你命大 我这神兆经 已练了一十二年 直到两个月前他练成 倘若你在两个月之前许死 我就救你不得了 滴云胸口 郁闷难当 想起七方架了万规 真觉还是死了的感情 向那风哈瞪里眼 狠狠地道 我前生不知做了什么呢 今时要撞到你这个贼 那风哈笑道 我很开心 小兄弟 这三年来 我真错怪了你 我丁点 向你赔不是了 说着爬到地下 咚咚咚的 向他磕了三个响头 滴云叹了口气 滴声说了声 疯子 也就没再去理他 慢慢测过身来 突然想起 他自称丁点 那是姓丁名点吗 我和他在雨中 同处三年 一直不知他的姓名 好奇兴起 问他 你叫什么 那风哈道 我姓丁 目不识丁的丁 三分五点的点 我疑心病态重 一直当你是歹人 这三年多来 当真将你害得苦了 实在 太对你不起 狄云觉得 狄云觉得 他说话有条有理 并没办点风态 问他 你到底是不是疯子 丁点 悍然不语 鸽然不语 鸽了半声 长长叹了口气 道 哎 到底疯不疯 也难说得很 我只在求心之所安 旁人看来 却不免觉得 我太过傻得 莫名其妙 也可说是疯了 过了一会儿 又安慰他道 狄兄弟 你心中的委屈 我也猜到了 十之八九 人家既然 对你无情无义 你又何必 将这女子苦苦 放在心上呢 大丈夫何患无期 将来娶一个 胜你十美十倍的女子 又有何难 狄云听了这番说话 三年多来 遇在心中的委屈 忍不住 便如山红般 喷泄了出来 但觉胸口一钻 泪珠滚滚而下 到后来 更浮在丁点怀中 放成大哭 丁点搂住他上身 轻轻抚摸他长发 过到三天 迪云精神烧震 丁点滴滴的 跟他有说有笑 讲些江湖上的 长顾取文 跟他解闷 但当玉璃送饭来时 丁点却仍对迪云 打声忽耻 惠于辱霸 神情与钱 毫无一样 一个折磨的他 苦恼不堪的对头 突然间成为 梁鹏好友 若不是七方 嫁人这件事 不断向独虫般 要视他的心 这时的狱中生涯 和三年来的情形相比 简直像是天堂了 迪云层低声 向丁点问起 为什么以前 当他是歹人 为什么突然 察觉了真相 丁点道 李若真是歹人 绝不会上吊自杀 我等你弃绝好久 死得透了 身子都快僵了 这才施救 普天下除我自己之外 没人知道 我已练成神兆经的 上乘功夫 若不是我会的 这门功夫 无论如何救你不准 你自杀计是真的 那便不是像 我是苦肉计的歹人了 迪云又问 你一心我 向你施苦肉计 那为什么 丁点微笑不大 第二次 迪云又问到这件事时 迪云仍然不大 迪云便不再问了 一日晚上 丁点在他耳边低声道 我这神兆经功夫 是天下内功中 威力最强 最奥妙的法门 今日起 我传授给你 你小心记住了 迪云有头道 我不学 丁点提道 这等机缘 旷是难逢 你为什么不要学 迪云道 这种日子生不如死 咱二人此生看来 也没出欲的指望 再高强的武功 学了也毫无用处 学了也毫无用处 丁点笑道 寻死的念头 虎子未消 说什么也不肯学 仍要寻死 丁点又好气又好笑 却也束手无策 恨不得再像从前这般打他一顿 又过数日 月亮又要圆了 丁不惊暗暗 替丁点担心 丁点猜到他心意 说道 狄兄弟 我每个月 该当有这番折磨 我受了口打后 回来 生要拿你出气 你我千万不可显得和好 否则与你我 都是大大不利 迪云问道 哦 那为什么 丁点道 他们倘若疑心 你我交了朋友 便会对你使用毒刑 逼你向我套问一件事 我打你骂你 就可免得你身遭 恶毒残酷的刑罚 丁点头道 嗯 不错 这件事既如此重要 你千万不可属于我知道 免得我一个不小心 走漏了风声 丁大哥 我是个毫无见识的乡下小子 躺着糊里糊涂的 误了你大事 如何对得起你啊 丁点道 他们把你和我关在一起 初时 我知道他们派你前来卧底 假意讨好于我 从中设法套问我的口风 因此 我对你十分恼怒 打架折磨 现象我知道 你不是卧底的奸细了 可是他们将你和我关在一起 这般三年四年的不放 用意仍在判你做奸细 只望你讨得我欢心 我向你吐露了机密 他们便可拷打逼问于你 他们行之日 对付我很难 对付你几个年轻小伙子 那便容易至极 你是支县衙门的饭人 却送到支付衙门的囚牢来监禁 自然便是这个缘故 十五晚上 四名带盗狱卒 提了丁点出去 丁云心绪不宁 等候他回传 道德四更天使 丁点又是木青笔种 满身鲜血地回到牢房 在四名狱卒走后 丁点脸色盛重 滴声道 滴兄弟 今天事情很糟糕 当真不巧之计呀 给仇人认出了我 滴云道 怎么 丁点道 每月十五 师父提我去拷打一顿 那是例行公事 可是今天 有人来行刺支付 眼前他性命不保 我便出手相救 只因我深有考量 四个刺客中 只杀了三个 第四个给他跑了 这可留下了祸胎 滴云越听越奇怪 连问 师父到底为什么 这般靠打你 这师父 这等残暴 有人行刺 你有何必救他 逃走的刺客是谁 丁点摇摇头 探讨 唉 一直也说不清楚 这许多事 迪兄弟 你武功不济 又没了力气 以后不论见到什么时 千万不可出手助我 迪云并不打话 心道 我姓迪的 岂是贪生怕死之徒 你拿我当朋友 你若有危难 我怎能不出手 此后数日之中 丁点只默默沉思 除了望着远处 高楼窗件上的花朵 脸上偶尔露出 一丝微笑之外 整日扬起了头呆响 到了十九 那一天深夜 迪云睡得上熟 呼听得咔咔两声 他睁开眼来 月光下 只见两名静装大汉 使力气砍断了牢房外的铁炸来 手中各支一柄单刀 永生而住 迪云静得呆了 不知如何是好 丹姐丁点 一强而立 黑黑冷笑 那身材较矮的大汉说道 信定的 咱兄弟俩 踏遍了天涯海角 到处找你 哪想得到 你竟是躲进了 荆州府的牢房 做那缩头乌龟 从算老天有眼 寻到了你 另一名大汉头 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你将一本书取出来 三分对分 咱兄弟非但不会难为你 还立刻向你救出牢狱 丁点摇头道 不在我这里 早就给严达平偷去了 滴云心中一动 严达平 我二十脖 怎得跟此事有关 那矮大汉喝道 你顾步一阵 休想瞒得过我 去你的吧 挥刀上前 刀尖刺向 丁点头颅 丁点不闪不闭 上到刀尖 将棘猴头 数损之处 突然一眼神 气象身材较高的大汉 左侧 手手撞出 正中他小夫 那大汉一声眉横 边急未到 那矮大汉惊怒交集 呼呼两刀 向丁点 急劈过去 丁点双臂一举 臂间的铁链 将单刀架开 便在同时 膝盖猛地上顶 撞在矮大汉身上 那人猛喷鲜血 倒闭于地 丁点煞溪间 空手连逼二人 敌云不游地 瞧得呆了 他武功虽失 眼光却在 知道自己 纵然功力如旧 长剑在手 也未必打得过 这矮汉子 另外那名汉子 未及出手 便已身亡 功夫如何 虽瞧不住端倪 但基于那矮汉联手 向来也必不弱 丁点琵琶鼓中 仍穿着铁链 竟在顷刻之间 便连杀两名好手 使令他 惊佩无疑 丁点将两具尸手 从铁炸间 制了出去 一枪便睡 此刻 铁炸一断 他二人若要越狱 确实大有机会 但丁点 既一言不发 迪云 也不觉得外面的世界 比狱中更好 第二日早晨 狱族进来 见了两具尸体 更是大惊小怪的 朝长起来 丁点怒目相向 迪云听而不闻 那狱族除了将尸手 搬去之外 唯有茫然相对 又过两日 迪云半夜里 又为一声惊醒 朦胧之中 只见丁点 双臂平举 正和一名道人 似掌相抵 两人站着不动 他曾听师父说过 这般情势 是两个敌手 比拼内力 这道人何时进来 如何和丁点 比拼内力 迪云 竟半点不知 他师父说 比武决斗 以比拼内力 最为凶险 毫无玄回 闪避余地 动辄 便决生死 星月微光之下 胆见的道人 急缓急慢地 向前跨了一步 丁点 也慢慢退了一步 过了好一会儿 拿道人 又买出一步 丁点 跟着退了一步 敌云间的道人 步步进逼 显然颇站上风 交集起来 抢不上前 举起手上铁铐 往那道人 头顶击落 铁铐刚碰到 道人顶门 墨地里 不知从何处 涌来一股暗进 猛力在他身上一推 他站立不定 直摔上去 砰地声 重重撞到墙上 一屁股坐墙下来 伸手撑地欲起 黑暗中 却撑在一只 瓦碗边上 咔地声 瓦碗 给他按破了一边 丹君满手是谁 他更不多想 抓起瓦碗 将半碗冷水 静往那道人后脑泼去 丁点这时的内力 其实早已远在 那道人之上 只是要试试 自己心念成的神功 首发之际 威力如何 才将他作为 试招的靶子 那道人 般以累得 筋疲力竭 游进灯窟 这半碗冷水 泼到后脑 一惊之下 胆觉对方的内劲 汹涌而至 咯咯咯 爆声不绝 肋骨 臂骨 腿骨 寸寸断折 他眼望顶点 说道 你 你已练成了神兆精 已经 天下 天下 无敌手 慢慢缩成一个肉团 弃绝二死 地云心中 蓬蓬乱跳 道 丁大哥 你这神兆精 原来 原来这等厉害 当真是天下无敌手吗 丁点 脸色凝重 道 单打独斗 本应足以 昌雄江湖 但这萧道员 受我内力压击之后 尚能开口说话 却让我功力 为之炉火纯青 三日之内 必有真正劲敌到来 弟兄弟 你能助我一笔之力吗 迪云豪兴火发 说道 但凭大哥吩咐 这是我 我武功全尸 就算不尸 那也是太过低微 丁点微微一笑 从草殿下 抽出一笔钢刀 便是日前 那两名大汉所遗下的 说道 你将我胡子剃去 咱们 使一点诡计 迪云接过钢刀 便去替他的满塞求燃 那钢刀极为风吹 贴肉剃去 丁点塞上求燃 纷纷而落 丁点将剃下来的一根根胡子 都放入手掌 迪云笑道 你舍不得这些 跟随你多年的胡子吗 丁点刀 那倒不是 我要你来伴一伴我 滴云起到 我伴你 丁点刀 不错 三日之内将有劲敌到来 那五个人单打独斗 都不是我对手 但一击出手 那就十分厉害 我要他们将你错认为我 全身贯注地想对付你时 我就出其不意地从旁袭击 攻他们个措手不及 滴云捏辱道 这个 这个 只怕有点 不够光明正大 丁点 哈哈大笑 道 哈哈哈哈 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 江湖上人心多少险诈 各个都已 鬼欲几两队你 你带人光明正大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滴云道 话虽如此 不过 丁点刀 我问你 当初进牢之时 你大叫玄王 我信得过你 定人清白无辜 可是 怎会在牢里一关三年多 始终没法吸血 滴云道 这个 我就是难以明白 丁点微笑道 是谁送了你进牢来 自然是谁使了手脚 一直让你不能出去 滴云道 我总是想不通 那万真山的小气桃红 和我素不相识 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陷害我 叫我身败名裂 受尽这许多苦楚 丁点问道 他们怎么陷害于你 说给我听听 滴云一面给他铁须 以免将如何来荆州百兽 如何打退大道理通 如何与万门八弟子 比进打架 如何师父四伤师伯而逃走 如何有人向万真山的妾室非礼 自己出手相救 反倒陷害等情 一一说了 只是那老该夜中交见一截 却略去了不说 只因他曾向老该理事 绝不泄露此事 再者 也觉此事乃庞之末节 无甚要紧 他从头至尾地说完 丁点脸上的胡子 也差不多剃完了 滴云叹了口气道 丁大哥 我受这破天的冤屈 那不是好没来由吗 那定是他们和我师父杀了万世伯 可是万世伯只是受了点伤 并没死 把我惯了这许多年 也该放我出去了 要说将我忘了 却又不对 那姓神的小师弟 不是探我来着吗 丁点侧过头 向他这边瞧瞧 又向他那边瞧瞧 只黑黑冷笑 滴云摸不着头脑 问道 丁大哥 我说的什么不对了 丁点冷笑道 对 对 完全对 那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的 倘若不是这样 那才不对头了 迪云启道 是 什么 丁点道 哦 你自己想想 有一个傻小子 带了一个美貌妞到我家来 我见了这妞便动了心 可是这妞 对那傻小子实在不错 我想占这妞 并非得出去 这傻小子不可 你想 得使什么法子才好 迪云心中 暗暗感到一阵凉意 使什么法子才好 丁点道 若是用毒药 或是动刀子 杀了那傻小子 身上担了人命 总是多一层干系 何况那美貌妞 说不定是个烈性女子 不免要寻死觅活 说不定 更要给那傻小子报仇 那不是糟了吗 依我说呀 还是将那傻小子送到关里 关江起来得好 要令那妞 死心塌地地跟我 须得使他心中 脑恨这傻小子 那怎么办呢 第一 须得使那小子 一情别恋 第二 须得令那小子 显得是自己撇开这妞 第三 最好是让那小子 感谢见不得人的 无耻够大 让那妞 一想起来便恶心 为了讨好那个姑娘 我自然要忙忙碌碌啊 一捧捧白花花的银子拿箱出来 送到衙门里来打点 说是在设法救那个小子 最好是跟那姑娘一起来送银子 那姑娘 什么都亲眼瞧见了 自然好生感 鸡 银子 却是送给了府台大人 知县大人 送给了衙门里的师爷 送给了公差 那倒一点不错 迪云道 踏实了这许多银子 总该有点功效吧 丁点道 自然有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 怎么会没功效 迪云道 那怎么 怎么一直关着我 不放我出去 丁点笑道 你翻了什么嘴 他们陷害你的罪名 也不过是强奸尾碎 偷盗一些钱财 既不是犯上作乱 又不是杀人放火 那又是什么重罪了 那也用不着 穿了你的琵琶骨 将你的死囚牢里 灌一辈子呀 这便是那许多 白花花银子的功效了 妙得很啊 这条计策天衣无缝 这个姑娘 住在我家里 她心中对那傻小子 倒还念念不忘 可是 等了一年又一年 难道 能一辈子不嫁人吗 迪云提起单刀 当地声 砍在地下 说道 丁大哥 原来我一直不能放出去 都是万归使了银子的卷购 丁点不答 扬起了头 沉思 忽然皱起眉头 说道 不对 这条计策中 有一个老大破绽 大大的不对 迪云怒道 还有什么破绽 我师妹终于嫁给他了 若不是蒙尼相救 我自已生死 那不是万事顺遂 一切都趁了他心 丁点在浴室中 走来走去 补住摇头 说道 其中有一个大大的破绽 他们如此功于心计 怎能见不到 丁点道 你说有什么破绽 丁点道 你师父啊 你师父伤你吃膊后 逃了出去 荆州五云守万志山 在武林中大大有名 他受伤不死的讯息 没几天 便传了出去 你师父 就算没脸再见师兄 难道 就不派人来接你师妹回家吗 你师妹这一回家 那万归苦心愁化的阴谋妒忌 岂不是全盘落了空 狄云伸手 连连拍击大腿 道 不错 不错 他手上戴着手铐 这一拍腿 铁链的当时 当当的直响 他见丁点 轻貌粗鲁 心思 静嫩的周密 不禁甚为钦佩 丁点侧过了头 狄声道 你师父为什么 不来接女儿回去 这其中 丁是大有蹊跷 万归他们事先 一定已料到了这一劫 否则 这计策不会如此安排 这中间的古怪 一时之间 我确实猜想不透 迪云直到今日 才从头至尾地明白了 自己现身牢狱的关键 他不断伸手 击打自己头顶 大妈自己真是蠢材 别人想也不用想 就明白的是 自己三年多来 始终莫名其妙 他自怨自意了一会儿 见丁点 屋子苦苦思索 便道 丁大哥 你不用多想了 我师父是个乡下老师人 想是他上了万师伯 惊吓之下 远远逃到了蛮荒边地 再也听不到江湖上的讯息 再也不敢回来 找寻师妹 那说不定也是有的 丁点睁大了眼睛 瞪视着他 脸上充满了好奇 道 什么 你 你师父是个乡下老师人 他杀了人 会害怕逃走 迪远道 是啊 我师父 再忠厚老师也没有了 万师伯冤枉他 偷到太师父的什么见诀 他一怒就忍不住动手 其实 他心底再好也没有了 丁点黑的声冷笑 自去坐在屋角 嘴里轻哼小曲 迪远其道 你为什么冷笑 丁点道 不为什么 迪远道 一定有原因的 丁大哥 你尽管说好了 丁点道 好吧 你师父外号叫做什么 迪远道 叫做 铁索横江 丁点道 那是什么意思 迪远远迟一半赏 道 这种文周周的话 我原本不大懂 猜想起来 那是说他老人家 武功了得 善于守欲 敌人攻不进他门户 丁点哈哈 小兄弟 你自己才忠厚 老实的可以 铁索横江 哼 那是叫人 上也上不得 下也下不得 老一辈的武林人物 谁不知道这个外号的含义 你师父 聪明机变 厉害至极 只要是谁惹上了他 他一定挖空心思的抱负 瞧人好似一艘船 在江心漩窝中乱转 上也上不得 下也下不得 你若不信 将来出狱之后 尽可到外面打听打听 迪云物子不信 道 我师父叫我剑法 将招法都解错了 什么 孤虹海上来 池黄不敢过 他解错 歌翁喊上来 侍横不敢过 什么 落日招大旗 马鸣风萧萧 他解错 老尼招大姐 马鸣风小小 他字也不大实 怎说得上聪明厉害呢 丁点叹了口气 道 唉 你师父文武双全 江湖上向来有名 怎会解错失去 哼 他成福极深 定有别意 为什么连自己图案 也要瞒住 坏人可猜测不透了 倘若你不是这般 这般忠厚老实 他也未必肯收你为徒 咱们别说这件事了 来吧 我给你粘成个大胡子 他提起单刀 在萧导人尸体的手臂上 着力道 小导人 心子为酒 刀伤处流出血来 丁点将一根根又粗又硬的胡子 沾了血 粘在迪云的两腮和下颚 迪云闻到一阵血腥之气 颇有剧意 但想到万贵的毒气 师父这个外号 以及许许多多自己不明白的事端 只觉得 这世上最平安的 反而是在这牢狱之中 第二天中午 狱中连续不断的 管了十七个犯人进来 高矮老烧 模样一瞧几只 都是江湖人物 江一间浴室挤得满满的 个人都只好抱歇而坐 迪云剑越来越多 不由得暗自心惊 情知这些人 都是为对付丁点而来 他本数有五个劲敌 那只竟来了一十七个 丁点却一直朝着墙壁而握 毫不理会 这些犯人大呼小叫 高声谈笑 片刻间便吵起嘴来 迪云低下了头 听他们的说话 原来 这一十七人分作三派 都在想着 得什么宝贵的物质 迪云偶尔目光斜过 与这干人凶暴的目光相处 吓得立刻便转过头去 只想 我扮作了丁大哥 可是 我武功全失 待会儿动手 那便如何是好啊 丁大哥本领再高 也不能将这些人都打死啊 眼见天色 渐渐黑将下来 一个魁梧的大汉 大声道 咱们把话说明在先 这正主 是我们洞庭邦要了的 谁要是不服 撑凿手底下剪针针 免得待会儿拉拉扯扯 拖着麻烦 他叫洞庭邦 在与中共有九人 最是人多是重 一个头发灰白的中年汉子 阴阳怪气得倒 手底下剪针针 那也好啊 大伙儿在这里群殴呢 还是到院子中打个明白 那大汉道 院子就院子 谁还怕了你不吵 伸手 抓住一条铁渣 向左推去 铁条灯是弯来 他随手又扭弯 右边一条铁渣 屡历时时惊人 这大汉 正想从两条扭弯来的 铁渣间钻出去 忽然间 眼前人影晃动 有人挡住了空隙 正是定点 他一言不发 一伸手 就抓住了那大汉的胸口 这大汉 比丁点还高出半个头 但给他一把抓住 竟立即转垂垂的 毫不动他 丁点将他庞大的身子 从铁渣间塞了出去 抛在院子中 这大汉 蜷缩在地下 不动一动 显示死了 狱中猪人 见到这般起床 都吓得呆了 丁点随手抓了一人 从铁渣投掷出去 跟着又抓一人 接连的又抓又支 先后空有七人 给他投了出去 凡经他双手抓到 不不立实毙命 连哼也不哼一声 余下的十人大惊 三人退缩到浴室角落 七七人同时出手 拳打脚踢 向丁点攻去 丁点既不拆架 亦不闪避 只伸手抓住 一抓之下 必定抓到一人 而给他抓到的 必定死于寝客 如何受了致命之伤 狄云全然瞧不出来 片刻之际 七人全死 躲在浴室角落里的 余下三人 吃下的心胆剧烈 一起屈膝鬼地 磕头求饶 丁点便死没瞧见 又是一手一刻 都抓死了 投掷出去 丁止瞧的目瞪口呆 晃在梦中 丁点拍了拍双手 冷笑道 这一点微末道行 也想来抢夺连成诀 狄云一呆 道 丁大哥 什么连成诀 他想道 师父与师伯 曾为连成剑法 而吵嘴动武 不知两者是否便是一物 丁点似乎 刺毁失言 但也不愿出言相欺 冷笑了几下 并不回答 狄云见这一时七人 是才还都生龙活虎 胆请客间 各个施横就地 这一生中 从未见过这许多死人 对他一起 叹道 丁大哥 这些人都死有余辜吗 丁点道 死有余辜 倒也不见的 只是 这些个人 个个不损好心 我若不是练成了神兆经常的武功 给这批人逼供起来 那才真惨不开言 丁止他所言非虚 说道 你随手一抓 并伤人性命 这种功夫 我听也没听说过 我如跟师妹说 他也不会相信 这句话刚说出口 立即醒悟 不由得胸头已酸 心口似乎给人 重重打了一拳 丁点却并不笑他 叹口长气 自言自语 唉 其实呢 纵然练成了绝世武功 也不能事事尽如人意 迪云忽然一地一声 伸手指着 听中的一句死尸 丁点道 怎么 迪云道 这人没死透 他的脚动了几动 丁点大吃一惊 道 当真 说这两个字时 声音也发颤了 迪云道 刚才 我见他动了两下 心想 一个人受伤不死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 绝不能再起来动手 丁点皱起了眉头 青丝遇上了重大难题 从铁扎间钻了出去 俯身查看 突然间 吹吹两声 两剑细微的暗器 分享他双眼急射 正是那 并没死透之人所罢 丁点向后激仰 两只袖剑 从他面上掠了过去 鼻中引力闻到 一阵腥臭 显然 剑上未有剧毒 那人一发出袖剑 立即挺跃而起 向屋檐上窜去 丁点见他 轻身功夫了得 自己身有靠料 行动不便 只怕追他不上 随手提起一具尸体 向上志去 去世奇极 砰的一下 尸体的脑袋 重重撞在那人腰间 那人左足 刚踏上屋檐 给着尸体撞 站立不定 倒摔下来 丁点抢上几步 一把抓住他号警 踢到牢房之中 伸手坍塌鼻息 这次 是真的死了 丁点坐在地下 双手执疑 苦苦思索 为什么先前这一下 竟没能抓住他 我的功力之中 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难道这神兆功 毕竟没练成 半天想不住 和苏宜然 挠起上来 伸手 又往那尸体的胸口插落 突然 一股又刃又软的力道 将他手指弹毁 丁点惊喜交集 叫道 是了 是了 4K那人外衣 只见他贴身穿着一件 漆黑发亮的礼仪 洗道 是了 原来如此 倒吓得我大至今 狄云起道 怎么 丁点拉去 那汉子的外衣 又将黑色礼仪 剥了下来 将尸体 制出牢房 笑嘻嘻地倒 哈哈哈哈 迪兄弟 你把这件衣服 穿在身上 迪云料到 这件黑衣 甚是珍贵 刀 这是大哥之物 兄弟不敢贪图 丁点刀 不是你的物事 你便不贪图吗 语音严厉 迪云一争 怕他生气 刀 大哥定要我穿 我穿上就是 丁点正色 刀 我问你 不是你的物事 你要不要 迪云道 除非物主一定要给我 我非说不可 否则 否则 不是我的东西 我自然不能要 若是贪图别人的东西 那不是变成强盗小偷吗 说到后来 神色昂然 刀 丁大哥 请你明白 我是受人陷害 才可关在这里 我一生清白 从来没拿过 一件半件别人的物事 丁点点头道 很好 不枉我丁某 敲了你的朋友 你把这件衣服 贴肉穿着 迪云不敢回尿 抽下衣衫 把这件黑色礼仪 贴肉穿了 外面 才照上那件 三年多没洗的臭衣 他双手戴着手铐 肩头皮泡骨 又穿了铁链 更换衣衫 为时难上加难 群掌丁点 替他撕破旧衫衣袖 方能除下穿上 那件黑色礼仪 其实是前后两片 腋下 用扣子靠洗 穿上倒也不难 顶顶带他穿好了 才到 这件刀枪不入的宝衣 是用大雪山上的乌残残丝制成的 你瞧 这只是两块料子 剪刀也剪不烂 只得 牵一块 后一块地扣在一起 这家伙 是雪山派中的要紧人物 才有这件无残衣 他想来取宝 没料想 竟是送宝来了 迪云听说 这件黑衣如此真意 蒙道 大哥 你仇人甚多 该当自己穿了护身才是 再说 每个月十五 顶顶 连连有手 刀 我有神兆公护身 用不着这无残衣 每月十五的考打吧 我是甘心情愿受的 用这保甲护身 反而奇异不成了 一些皮肉之苦 又伤不了筋骨 有甚相干 迪云好生奇怪 遇到再问 丁点道 我叫你粘上胡子 扮作我的模样 我虽在旁保护 总是担心出岔子 线下这可好了 我线下传你内功心法 你好好听着 以前 丁点要传的功夫 迪云万念俱灰 绝一不绝 此刻明白了 受人陷害的前因后果 一股复仇之火 在胸中熊熊燃起 恨不得历史便出去 去找万归算账 他亲眼见到 丁点赤手空拳 连避着许多江湖高手 绝下 自己只需学得 他两三长功夫 越于报仇 并有指望 傻时间心乱如麻 热血上涌 满脸通红 丁点指导他 仍执意不肯 学着内功 正待设法开导 迪云突然 双膝跪下 放声大哭 叫道 丁大哥 丁大哥 求你敲我 我要报仇 丁点纵声掌笑 声着乌瓦 说道 要报仇 那还不容易 带迪云激情过去 丁点便即传授他 入门练功的口诀 和行功之法 迪云一得传授 毫不停留地 便及依法休息 丁点尖他 练得起筋 笑道 练成神照经 天下无敌手 难道是这般容易练成的吗 我各种机缘巧合 内空的底子又好 这在十二年 还得大成 敌兄弟 练武功要勤 那是很要紧的 可是 欲速则不达 须得 循序渐进才是 有须心平起合 没半点杂念 你好好记着 我这几句话 迪云此时 口中称他为大哥 心中 其实也当他为师父 他说什么 便听什么 但胸中仇恨 汹汹如波涛 又如何能心平起合 此时 玉礼大惊小怪地朝上一番 牙医 捕快 武作骚扰半天 道德傍晚 才将那一十七具尸首 抬了出去 丁点和迪云 只说是这伙人 自相斗殴而死 做工的 却也没有多问 这一日之中 迪云只照着 丁点所说的口诀用功 这神赵公入门的法子 甚为简易 但要心中 没丝毫忘年 却艰难至极 迪云一会儿 想到师妹 一会儿想到万归 一会儿又想到师父 连到晚间 这才心念烧脸 突然之间 前胸后背 同时受了重重一击 这两下 便如两个大铁锤 前后齐壮一般 迪云眼前已黑 几乎便于晕去 来得疼痛烧纸 睁开眼来 只见身前左右 各站着一个和尚 一喘头 见身后和两侧 还有三个 一共五僧 将他围在中间 迪云心到 丁大哥所说的 五个劲敌到了 我须得勉强支撑 不能露出破绽 哈哈一笑 说道 哈哈哈哈 五位大师父 找我丁某有何贵干 左手那僧人道 快将连城绝交了出来 咦 你 你 你是 突然之间 他背上啪地声 中了一拳 身子摇了几摇 险膝摔倒 跟着 第二名僧人 又一重拳 哗地声 吐出一口鲜血 迪云打起 忍不住向丁点桥去 只见他输然跃进 踢出一拳 这一拳 无声无影 去是极快 正中第三名僧人胸口 那僧人阿迪声大叫 倒退起步 撞在墙上 另外两名僧人 顺着敌云的目光 向蜷缩在黑暗角落中的 丁点望去 七声惊叫 神兆姑 乌影神拳 身材极高的那僧 两手各拉一名受伤僧人 从早已搬开的铁炸剑逃出 跃墙而去 另一名僧人 拦腰抱住拖鞋的僧人 挥手法掌 向丁点挤来 丁点抢上巨拳猛击 那僧人接了他一拳 倒退一步 再接一拳 又退一步 接到第三拳 已退出铁炸 那僧人 亮亮呛呛呛地走了几步 又倒退一步 身子摇晃 似乎喝醉了一般 松手将吐血的僧人 抛在地下 似于单身逃命 但每跨一步 脚下都是脱了一块千斤巨石 脚步沉重至极 挣扎着走出六七步后 呼呼喘气 双腿渐渐弯曲 摔倒在地 再也站不起来 两名僧人 在地下扭曲的气下 便军不动 丁点刀 可惜 可惜啊 迪兄弟 你若不向我看来 那个和尚便逃不了 迪云见着两个僧人 死得凄惨 心下不忍 安详 唉 让那三哥逃走了以后 丁大哥杀的人实在太多了 丁点刀 你嫌我出手太狠了 是不是 迪云道 我 我 蒙地里 猴头塞住 也就做倒 说不出话来 丁点蒙给他推功过血 按摩了两久 他胸口的气色 方才数差 丁点刀 你嫌我拉手 可是那两个恶僧一上来 便向你各记账 若不是你身上穿着乌残衣 早就已迷乌乎了 唉 这是做哥哥的太过舒服 哪想到他们一上来便会动手 我猜想 他们定要先逼问一番 嗯 是了 他们对我十分忌惮 要将我先打得重伤 这才逼问 他抹去迪云塞上的胡子 笑道 哈哈哈哈 那贼徒吓得心胆剧烈 再也不敢来惹咱们了 他又正则道 迪兄弟 那逃走了的高鸽子和尚 叫做宝像 那胖胖的 叫做善勇 我第一拳打倒的 那个最厉害 叫做圣帝 这五个和尚 都是青海黑椒 血刀门的高手恶僧 我若不是暗中 夫妻得手 以一敌武 只怕斗他们不过 善勇和圣帝 都已中了我的神权 就算一时不死 也活不了几天 剩下的那宝像 心狠手辣 日后 你如在江湖上遇上了 勿须小心在意 沉吟拜赏 又到 听说这武僧的师父 尚在人时 武功更加厉害 将来 倒要跟他斗斗 迪云虽有宝于护身 但前胸后背 同手夹击 受伤也颇不清 在丁点指点下 运了十几天宫 有的丁点 每日以内力相助 这才慢慢全割 此后两年多的日子 过得甚是平静 迪云 勤练神兆功 颇有进展 偶尔有一两个 江湖人物 到狱中来罗造 丁点不是以抓 便是以拳 转眼间 便送了他们性命 近几个月来 迪云修炼神兆功 进步似时停滞了 练来练去 喝几个月前 仍是一样 好在他悟性虽然不高 生性 却极千亿 直到这等高深内功 绝被轻易得能练成 在丁点之点下 日夕耐心休息 一气突破难关 这一日早晨醒来 他侧身而握 脸像墙壁 依法吐纳 忽听得丁点一叮声 声音中 颇有焦虑之意 哭得半嗓 又听他自言自语 今天是不会写的 明天再换也不迟 迪云有些诧异 转过身来 只见他抬起了头 正凝望着远处 窗件上的那只花盆 迪云自恋神兆功后 而莫比这往日 已远为灵明 放眼瞧去 见盆中三朵黄枪 微中 有一朵 却离一片花瓣 他日常总见丁点 凝望着盆中的鲜花 呆呆出神 寿年如一日 心想 狱中无可浅兴 唯有这一盆花 长宝鲜艳 丁点喜欢欣赏 那也不足为奇 只是 这花盆中的鲜花 若非含苞带放 便是迎日盛开 不等有一半凋谢 编辑换过 春风墨里 秋月海棠 日日夜夜 窗件上 总有一盆鲜花 迪云记得 这份黄香薇 已放了六七天 平时早就换过来 但这次 却一直没换 这一日 丁点从早到晚 心许烦躁不宁 到的次日早晨 那盆黄香薇 仍然没换 有五六片花板 也为风吹去 迪云心想 也因感到不祥之意 见丁点神色 十分难看 便到 这人这一次 忘了换花 想必笑会记得 丁点大声道 怎么会放弃 绝不会的 难道 难道是生了病 就算是生了病 也会叫人来换花呀 不停不停地走来走去 神色不安一几 迪云不敢再闻 便急盘膝坐下 入境练功 到的傍晚 阴云似合 不久便稀稀利利地下起雨来 一阵寒风过去 三朵黄墙 微上的花板 又飘了数片下来 丁点这几个时辰之中 一直目不转睛地 望着这盆花 每飘落一片花瓣 它总是脸上七肉扭动 神色七楚 便如是在它身上 弯曲一块肉那么难受 迪云再也忍耐不住 问道 丁大哥 你为什么这样不安 丁点转过头来 满脸怒容 喝道 管你什么事 啰嗦什么 自从他传授迪云武功以来 从未如此凶狠无理 迪云甚敢谴测 但要说几句什么话分解 却见他脸上 渐渐显出凄凉之意 显然心中 甚是悲痛 便住了口 这一晚 丁点竟一息也没坐下 迪云听着他走来走去 考料上不住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也无法入睡 次日清晨 写风细雨 五字未熄 蜀色朦胧中 看那盆花时 直进三朵蔷薇的花瓣 已然落尽 盆中围雨几根花枝 在风雨中 不住颤动 丁点大叫 死了 死了 你真的死了 双目流泪 双手抓住铁栅 不住摇晃 迪云道 大哥 你若记管着谁 咱们便去瞧瞧 丁点一声胡吼 喝道 瞧 能去瞧吗 我若能去 早就去了 用得着在这臭牢房中 苦耗吗 滴云不明 所以 睁大了眼 只好默不作声 这一日中 丁点双手抱住了头 坐在地下 不言 不动 不吃 不喝 耳听的大羹声 嘀嘀嘀嘀 荡的打过一羹 寂静中时光流过 于是 嘀嘀嘀嘀 当当的打过二羹 丁点缓缓站起身来 刀 兄弟 咱们去瞧瞧吧 话声甚是瓶颈 滴云道 是 丁点伸出手去 抓住两根铁栅 轻轻往两旁一分 两根铁栅 灯时便弯了 丁点道 踢住铁链 别发出响声 滴云一言 抓起铁链 丁点走到墙边 踢起踪 便急窜上墙头 滴声道 跳上来 滴云学着他向上一窜 不料 给船皮把骨后 全身尽力 半点也舍不出来 他这一跃 只不过窜起三尺 丁点伸手一抓 将他带上墙头 两人同时跃下 过了这堵墙 牢屿外另有一堵极高的高墙 丁点或能上得 迪云却无论如何无法逾越 丁点哼了一声 将背脊靠到墙上 但听 瑟瑟瑟 一阵泥沙散落的清响过后 砖石纷纷跌落 滴云双眼一花 至今墙上现出了一个大洞 丁点已然躲见 原来 他竟以神兆宫的举顶内功 破墙还出 迪云又进又起 忙从墙洞中钻了出去 外面 是条小巷 丁点向他召召手 从小巷的尽头走去 出小巷后 便是街道 丁点对荆州城中的街响 似乎极为熟悉 过了一条街 穿过两条巷子 来到一家铁店门手 丁点举手拍出 啪的一声 拴住大门的门栓 臂崩断 店里的铁匠吃了一惊 跳起身来叫道 有贼 丁点一把插住他喉咙 低声道 生火 那铁匠不敢为牛 点亮了灯 见二人长发垂肩 满脸胡子 模样凶恶 自然吓得呆了 丁点道 把扣料凿开 那铁匠料得二人 是衙门中的越狱重犯 若早断扣料 官府追究起来 定要严办 不禁迟疑 丁点随手抓起根 净寸粗的铁条 来回凹的几下 啪的一声 折尾两劫 恶到 你这头颈 有这般硬吗 那铁匠 要弄断这铁条 使得刚凿大锤 也得脚上好一会儿 见丁点举手先 便将铁条凹断 倘若 来凹自己头颈 那可万万不妥 当下连声 是 是 取出钢凿 铁锤 先给丁点 操开了烤料 又给迪云操开 丁点先将 自己琵琶骨中的铁链拉出 当他将铁链 从迪云肩头的琵琶骨中 拉出来时 纤线满身 迪云痛得 纤线晕去 终于 迪云双手捧着那条 沾满纤线的铁链 上铁链的铁链